各位,人口中的言语往往反映出我们的内心 稍微不谨慎就会说出愚昧的话来 比如有些人说话常有谎言或自夸 总另听的人感觉不真诚 有些人说话常带有血气 所说的话有意无意的就伤害了人 在一个家庭里面,人也常对口出恶言的人反感 因为他们的话常常触动人的血气或总爱使唤人 就如圣经所说,他的舌头常常点火 不良的言语会带来人与人之间 以及教会里面的群体纠纷了 所以在真言书25章11节说 一句话说得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 所以各位,我们都要在言语上下功夫 好使我们能说出合意的话 确实,我们与人的相处很多时候都败在言语上 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懂得如何勒住我们的舌头 上帝在这方面如何教导我们呢? 让我们一起看《雅各书》三章那里 第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也能乐住自己的犬身 第六节,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误会犬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第八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赌气 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位主 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照的人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各位,从这经文里面反映了言语所拥有的力量 和它的破坏力所带来的危险 所以我们不可小看舌头的力量 也不要觉得那些话是微不足道的耳不说或乱说 我们要认识和了解言语所带来的力量 从而学习以充满恩典的话语来祝福人 那首先我们如何要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呢? 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立马说出我们当下的全部想法和感受 因着我们都有可能会被不完整的情报所欺骗 所以要有智慧的学习多听,而不是多说 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和欲望 我发现很多人不懂得聆听 他们总是在讲,却很少听 或只有选择性的听 爱他的家人、朋友对他所讲的话 甚至是牧者劝勉他的话 他都没有办法听进去 也因为他一直听不见 就一直会继续按着自己的私欲说出不合意的言语了 这样的人无法的训会 也无法的纠正 久而久之,人都会离开他 甚至可能最后连爱他的人也会放弃他了 所以各位,口中的言语是我们生命中常常要谨慎的地方 当我们安静地聆听别人时 我们的关注反而会从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被带到人的生命上了 而这时我们也会发现 原来我们的心事唯有神最懂 他也最能安慰和医治我们了 那另外,当我们说错话的时候 我们必要反省自己的心 各位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会以愤怒、贪婪、嫉妒、自怜等等 没有智慧的话来反应呢? 其实这些都与我们内心的愚昧有关 愚昧的人是一直随着自己负面的心来反应的 所以就会讲出负面、消极或不开心的事了 各位,当你的心很难受时 你要想起到位臣说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我们要问问自己的心 为何不能感恩? 主不是把一切都给了我们吗? 主的恩典不是一直保守我们直到今天吗? 我们真的要反问自己那颗愚昧的心 是不是因为嫉妒? 是不是因为害怕? 我们都要通过进入自己内心的状态来思考 然后再次确认神的主权与恩典 这样我们心中的误会和忧愁 就很奇妙地自动离开了 那以上这两个方面 就是让我们明白了要如何热住自己的舌头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操练出口的言语呢? 那就是我们要在言语上有恩高 怎么得恩高呢? 首先第一,言语要说出事实就是真理了 我们说话不要只为了引合我们的耳朵 也不要只会推敲假设 当我们在学习上帝的真理时 要以有智慧的方式来判断和选择对的情报 来聆听和反应说话 不然就会成为邪灵做工的管道了 另外,言语要平衡 当我们需要强调一些事情时 说话的同时要小心避免说话失去平衡 尤其是在批评人和发泄自己的不满时 因这些言语都会对人带来伤害 所以圣经说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还有就是言语要使人产生共鸣了 我们总是常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来说话 然后就自以为人人都能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是要多听 然后以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说话 所以保罗才说 像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 为了得着他们 最后,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说出的话合意 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汁里面 金银都是极美的装饰 但是都不如我们所说的一句合意的话了 有时我们说得太快 有时说得太直接 没有考虑到人的处境和感受 这些是我们常要检讨的 或者有时我们说得对 但场合和时间不对 这也是我们的愚昧了 所以说话不合意的人 就如同人的手中握着一把锤子 就把自己都当作钉子了 所以我们要谨慎地将心思放在学习说合意的话上 让神指教我们 我们也同时愿意受指教 在这里我也给各位一个劝勉 就是在一天结束之后 我们一定要回去反思我们当天所说过的话 尤其是在与人群接触之后 我们更要反思自己所说过的话了 很多时候话不在于对错 乃在于是否合意 所以我们不要一直问自己是否说得对 我们也乃是要问自己是否说得合意 最后让我们学习用合意的话语 来祝福与造就他人的心灵了 那当然我们都是属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但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定时常操练他的心和言语 好叫自己的口能越来越多的说出合意的话语来 但愿神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能蒙主悦纳 也使我们能善用我们的口来造就多人了